比如說使用者已經填了資料 填了資料之後的話呢 他要怎麼樣可以 比如說他今天查 他要查什麼 我重新查詢 比如說書名 剛剛是查PHP OK 按下查詢 所以丟過來的話 至少會告訴PHP2的那支程式 有幾個訊息 第一個就是查書名 還是查作者 還是查出版社 那查的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按下查詢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他丟過來的東西 就會透過GET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用GET 我把它放大給各位看 那GET過來之後的話 丟給他 所以 表單接收到就是丟給他 所以Mainster動作裡面 另外的話 slate後面一個 參數就是slate slate就是book name 然後keyword就是後面這個 然後再加一個3 主要是到哪裡到這裡 這個 這個部分 那怎麼樣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這個程式比較冗長 我就直接把那個 最後完成的程式碼放在雲端上 就這一段程式碼 那各位 直接從那個title 下面 直接就這一段程式碼 把它call過去好了 然後呢 至少你要知道說call哪些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 把一樣把它存檔 所以開一個新的PHP程式 然後把它貼過去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它到底做哪些事情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我要去抓到什麼 抓到它傳過來的什麼 傳遞 這個有印象吧 底線 有沒有 前的符號get 然後抓到什麼slate 實際上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把前面的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slate 什麼 那它丟過來的是什麼 丟過來裡面有一個清單值 有book name 還是author還是publisher publisher 這個這三個 到底它是用書名查 還是作者等等的話 會從什麼 從slate這個參數裡面取得 所以喔 怎麼取得呢 用這個方式 get方式有沒有 取得 那取得之後呢 丟過來 那像我剛剛這個地方 這個 前面是一個變數嘛 它抓到的就會是一個book name 就是查書名 那keyword呢 這個地方用這個方式去把它get到 get到的話 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就會查到是php 所以這裡面放的就是php 所以slate 大樂賽這個錢的符號 跟一個keyword 這個是自串 那這個也是一個自串 OK 所以我們抓到這兩個之後 後面就比較好辦了 再來的話 底下因為有多重判斷 是書名 還是作者 還是出版社 我不知道 所以呢 我要再產生一個叫select name 它到底選的書名 還是作者 出版社嘛 那我就用switch 在這裡的話 如果將來 各位遇到多重判斷的話 請你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switch switch case的方式去判斷 如果丟進來的東西是book name的話 那我就跑什麼了 跑這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會多一個select name 叫書名 好 那前面的這一段程式 特別注意喔 上面這一段程式 就是取得什麼 取得前面這個網頁 丟過來的訊息 那我得到什麼 得到關鍵字 跟得到什麼 得到到底它選的是書名 還是作者 OK兩個東西啦 上面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連結資料庫 因為我已經知道這兩個訊息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連結資料庫 那連結資料庫喔 在PHP裡面連MySQL真的非常簡單 只要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什麼 就是link 應該各位看得懂這個 這個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連結什麼 連結我們的MySQL 那只要告訴它什麼 它的這個主機的名稱 預設是localhost 第二個是它的什麼呢 帳號 root 它的密碼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MySQL沒有去修改 這相關的帳號密碼的話 也會連結不到喔 如果連結不到 後面就 基本上就沒有任何作用喔 那連結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告訴它說 你要去查哪一個 這個資料庫 所以呢 在我們MySQL裡面呢 有library 這個地方如果有的話 才查得到喔 接下來的話呢 要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SQL譯法給它 那這個SQL譯法呢 我怎麼樣喔 丟給那個MySQL去執行呢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就是 從這個字串喔 slate所有 from什麼呢 from book 會有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呢 我會多一個變數喔 這個變數的話呢 就是哪一個 哪一個欄位喔 OK 這邊的話呢 有沒有看到 這個slate 實際上指的就是 它丟過來的這個 所以丟過來 是一個book name的話呢 那丟進來到這邊 有沒有 這上面這邊是一個 我取得的是一個book name 那這個地方呢 會有就是一個book name 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like什麼呢 keyword 就是把keyword 放在這邊 你會發現喔 那這樣子組出來的話 是不是跟剛剛 我們在做那個 在MySQL裡面查詢的 那一串很像 有沒有 slate 所有的 等等的 那後面的話多一個 order by order by是什麼 排序的意思 那用什麼方式來排序呢 利用那個欄 就是哪一欄呢 出版社區幫我排序 那當然如果你不加這一行 也沒關係啦 如果說你不加這一行的話 它會按照它預設的排序法 也許是按照key 就是用ID編號來排序 那底下的話呢 再加一個什麼呢 它的編碼方式是用什麼utf8 其他的話就是把這個連結給它 再來的話呢 你要一次要顯示幾頁 比如說一次要顯示五頁 那我就加這一行 ok 那上面的部分 特別是上面這一些 實際上就是連結這個MySQL 並且傳遞給它什麼 剛剛使用者丟過來的什麼 丟過來的那個 要查哪個欄位 還有呢 關鍵是什麼 ok 所以這個部分 你將來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做個修改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看什麼 顯示 這個什麼 輸出的 些輸出的結果 就是說 如果查的時候呢 有查到結果的話 那當然這個地方 ELS是查到結果 再從這邊 那反之就是如果說的嘛 查到了結果 因為它查完之後 會回傳 這邊會回傳 告訴我總共有幾筆 那如果說 它等於0的話 表示什麼 裡面查不到任何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查什麼 查 我這邊 假設我今天查了一個 關鍵字是什麼 其他不是PHP 我 我 查一次個關鍵 比如我今天查什麼 查ASP好了 我看一下這裡面 應該沒這個東西 按查詢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什麼 Sorry 系統 資料中 並無你要查詢的 這個圖書資料 那你可以按一下 重新查 那這個地方是因為查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重新查詢 那這個地方會 因為它回來的結果是0 所以會Echo 特別注意喔 那剛剛那一串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就是這一串而已 Echo有沒有 就是把那個訊息 丟到我們的網頁裡面 顯示什麼呢 顯示這一串 有沒有 就是剛剛顯示的東西 那反之的話呢 如果說它查到的就是else else的話呢 就是把我們要查的相關訊息怎麼樣 把它查出來 那查出來 那查出來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查 比如說我今天查的是PHP的話 OK好 查PHP 按查詢之後的話 會顯示出來 不過你要把什麼 把這個畫面給呈現出來 那這個畫面呈現上面有什麼 書名包含什麼 這個關鍵字 然後共有幾筆的結果 並且目前顯示是第幾筆 然後把這個表格呢 給秀出來 底下的話呢 要顯示 讓它可以連結到其他的頁面 並且多加一個重新查詢 那這個頁面怎麼做出來的 特別重要就是else下方的這些語法 那else下方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包含哪一些 第一個 總共幾頁 那幾頁的話 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get page的方式去查到 總共有幾頁 它會自己幫你算 我覺得這個PHP這部分還蠻不錯 以前寫ASB的話 沒有這個方法 光算頁數 就一個頭痛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如果呢 回傳回來的是等於空置串的話 那表示只有什麼 只有一頁而已 那如果說有兩頁以上就是其他的數字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把這個所有的畫面呢 分別把它再查出來 然後呢 接下來就組一個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 就select所有的欄位 front book 接下來就是一樣什麼 去把這相關的 再查一遍 那多一個什麼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多一個limits 有沒有 limits這個地方 就是最多題 最多什麼 limits就是最多 幫我查出star star意思就是說呢 開頭的五筆資料 也就是說 第一次顯示 只有前面五筆資料 那當然如果將來你要 要十筆的話 你就把這個數字改成10 它就會幫你 查出十筆了 OK特別需要 這個地方可以做參數的修改 不是不是死的 OK 然後呢 再把查出來結果分別秀上去 那就利用echo echo就是再把結果輸出 然後包含什麼 包含幾筆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段程式碼 秀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比對一下 就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程式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包含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就是書名 所以這邊的話這個書名是怎麼來的 是透過這個變數而來的 包含有沒有 包含 雙引號雙引號有沒有 php怎麼來的 就是把這個keyword的變數放進來 共有有沒有幾筆紀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相對的 我要顯示的這個方式 都是從什麼程式裡面去把它幫我把它做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再做出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裡面的話 就下方這一個 這個table 所以這個table如果將來 各位對這個語法不熟的話 你可以用分割的方法 自己在這邊再加一個表格 然後呢分別把什麼 把你要顯示的紀錄顯示出來 OK 大概是這些 底下有相關訊息 我們可以再做連結 我想這裡請各位試試看 PHP A02 那這個程式碼 這一段程式碼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雲端上面的程式碼的下方 就這一段 從這邊一直往下 然後把這一段複製貼過去 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